Yay 吃炸雞的時間到了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羽泥分享SS Famil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是一直非常想吃 時不時就想再吃的起家雞 韓式炸雞 我在韓國每次去玩的時候 總會花好幾碗的時間 來叫一下這個韓國炸雞 到台灣就覺得怎麼吃都不對味 然後直到這一家起家雞 終於開在我家附近了 我就覺得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來吃它囉 打開看看 我點的這一個呢 是去骨辣味頂級炸雞 哇哇哇哇哇哇 有沒有讓人看的就覺得很有食慾啊 它這裡呢一定會給一個類似吃 手扒雞的那種透明塑膠手套 然後呢這個蘿蔔也是齁 真的非常的美味 然後還會給一個小可樂 這次呢我又多點了一個配餐喔 就是韓式辣炒年糕 開動 喔 從哪一塊下手呢 喔 我點的是去骨的喔 這樣吃起來就沒有骨頭 超方便的 好辣 好辣 韓國的醬太有魔力了 一直下去就是這個味道 好辣 醃蘿蔔也是不可或缺的喔 是炸雞吃膩的時候就要來吃一下這個卡卡的蘿蔔 灑上白芝麻正合我意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它這個雞腿啊 非常的嫩 然後這個皮呢非常的脆 吃這個真的是個享受耶 有這麼好吃 我們再來吃吃看其他口味吧 剛才吃的是辣味頂級喔 聽店員說啊那個韓國的醬汁呢 是用淋上去的 辣度比較高喔 今天我們要吃的這個呢 是去骨辣味洋釀炸雞 它的醬汁呢是用攪拌進去的喔 辣度沒有這麼高 是嗎 打開來看看 揉蛋 哇喔喔喔喔喔 欸這醬汁真的是沾得滿滿滿的耶 你家雞的雞啊 真的很鮮嫩多吃 然後最厲害的就是它的醬汁 真的是韓国原汁原味翻过来的 特别好吃 白萝卜也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还单点了手做饭团 这真的就是韩国的味道 韩国的麻油 然后它一样有给你这个 叫什么 而且这个是要自己捏的 超有乐趣的哦 现在就开始 好可以看得出来 我真的毫无捏饭团的技术 要捏成一个圆 也不容易 然后我都捏成了一座小山 是不是很有特色啊 很香 这个去骨辣味羊酿炸鸡真的没有那么辣耶 吃起来更顺口 就不会觉得辣辣辣的受不了 我觉得很适合能接受吃小辣的人哦 推荐给你们哦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我们还要吃什么口味呢 接着起家鸡我们换一种部位来吃哦 今天要吃的很特别 它的口味呢叫做 辣味 欢乐全鸡吃 打开看看 哇哦 这个上面呢 是青椒还有他们特制的刷酱哦 我买的是大份的有十只翅 十只翅小腿 总共二十个 二十块肉 不管你选什么口味什么部位呢 基本配备就是可乐一定会有的啊 还有我最爱吃的这个白萝卜 以及不可缺少的手套 诶 青椒味真的很重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地方是 除了酱 很香很好吃之外 很会炸 他们裹的粉啊 跟我们一般家里自己炸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吃起来就是很酥脆 它这种微微辣的感觉真的很棒 跟之前吃的韩式辣酱的那种辣度完全不一样 这个只是微微辣 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起家鸡真的很好吃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一直到韩国去吃 你为了解决这思乡之情 你真的就是在台湾选择 韩国过来的起家鸡 真的不错呦 推荐给你们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是与你分享 XSFamily 请帮我们的频道一下 订阅、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拜拜